大街上清洁工在扫路面,不经意看了大爷一眼后,眼前一幕让人心疼,对于一些爱摄影的朋友来说,走到那里就会拍到哪里。 近日一位网友就在公交车上面拍到了令人心酸的一幕,开始网友只是随手拍一下城市的外景,但是不经意间就拍到了一位在打扫卫生的环卫老大爷,令人奇怪的是这名大爷用的是一只手打扫卫生,结果网友把照片放大一看傻眼了。 这名环卫大爷,竟然是一位残疾人,大爷的右手拄着一个拐杖,清楚的可以看见大爷只有一条腿,而这并没有影响大爷打扫,大爷一只手拄着拐杖,一只手拿着扫把扫着路面的积水。 这一幕看上去让人不禁心酸,年纪这么大,腿还是残疾的,依然能坚持的在工作,真的让人佩服。 随后网友把这张照片传到了网上也引起了热议。 很多人看到照片也是议论纷纷,有的人表示大爷这样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,但还有的人表示,大爷这么大年纪还工作,他就没有儿女吗? 难道大爷这样做他的儿女就不寒心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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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